备孕前是什么调理身体 人容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备孕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宝贝 其实呢 夫妻双方呢 都应该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孕育这个宝宝 什么叫最佳状态 包括呢 比如说身体 夫妻双方的身体都很健康 身体都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再一个就是 身心都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 才最容易呢 生出一个健康的宝贝来 在孕前 一般我们提倡呢 准备备孕前三个月 最好呢 我们夫妻双方都可以补充叶酸 在饮食方面呢 最好吃一些比较新鲜的 富含维生素 高蛋白 高营养 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 这样的话 可以给宝贝呢 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营养的物质基础 还有对一些 年轻的爸爸妈妈 一些准爸爸准妈妈 我还要提望一个建议 就是一定要戒烟 戒酒 同时呢 要早睡早起 加强身体的一个锻炼 专家提示 一 背孕时 夫妻双方都应该在最佳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下孕育宝宝 二 在背孕前的三个月 夫妻双方都可以补充叶酸 三 在饮食方面最好吃比较新鲜 富含维生素 高蛋白 高营养 易消化的食物 四 年轻的夫妇在背背印前一定要戒烟 戒酒 同时要早睡 早起 加强身体锻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